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在三早上苹果公布财报之后的表现 是比市场预期好呢 还是比市场预期比较弱 我知道市场法人的看法呢 两极 有人认为第四季会好 有人认为第三季会好 那么iPhone 8到底量产的时间 会在第三季还是第四季 马上会影响到 接下来要公布的七月营收 那关键重点来了 苹果的财报 甚至第三季的展望 到底怎么看 不要说别的 我跟各位一开始 先分享股价的观点 我们先看看苹果股的股价 来 苹果股的股价 在上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一 先拉回了三天 守在月线之上 上礼拜四 还有礼拜一 都守在月线 那关键这个位置 有没有注意到 压力支撑 这是季线的位置 在149.66 那上礼拜的低点 在147.3 礼拜一的收盘收多少 148.73 也就是说 它要转强 先回到季线之上 149.66 如果转弱 不可以跌破147.3 够清楚吧 苹果这两个 关键的价位点 暂回季线 还是跌破 上礼拜的低点 怎么看 这影响到的 不是只有全球科技股 更重要的 台湾的全职股 台积电 鸿海 可乘 你看到这几个礼拜 都在做强势整理 股价还不算是回档 做一种强势整理格局的时候 礼拜三 特别注意 不能走弱 甚至下半周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苹果股 这两个价位 季线149.66 还是上礼拜的低点 147.3 这两个 转强 还是转弱 会影响到台股 这一周 周线的结构里面 龙头指标股 会往哪边发展 比方说 你仔细看 台积电这几个礼拜 横向整理 技术指标已经降温降下来了 回到70以下了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它要再回来 回到215块以上 技术指标才能够再往上拉伸 是不是 指标可以做一个扭转 那么同样的 红海 从80以上的技术指标过热 横盘了六周 有没有 横盘六周 让技术指标降温 这个礼拜 要回到118块 能够收在高点之上的话 让技术指标再往上翻扬 那大盘指数要攻高也不难啊 大盘指数离高点 10545点 也不过只有差100多点 那么关键点 能不能站上去 像可乘 可乘回档41块以后 礼拜二做反弹 你看技术指标还没有拉伸哦 礼拜二反弹上来 可乘还没有拉伸 那接下来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苹果股 苹果股盘后股价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台湾的苹果股 进一步影响大盘指数 是要往10500点去创新高 还是再拉回来做整理 那关键重点 我说过不在指数 投资朋友 你看到指数涨 礼拜一涨 礼拜二涨的时候 你感觉上 为什么我的股票不强 甚至还往下走弱 我知道市场很多分析 还跟你讲标股标股 但是你先想想看 大盘走势 你仔细观察哦 四月份的低点 有没有 大盘四月二十 二十号的低点 九六二二 连结 六月十四号的低点 一万零三十三点 这个上升趋势线 有没有 这个上升趋势线 就在一万零四百点 相对的 礼拜一礼拜二 在守这个上升趋势线 一万零四百点 这是一个重要支撑点 一万零四百点 这个位置也是相当于 这两天 大盘在守月线之上 它的目的是一样的 但是月线比较高 一万零四百点 是过去十五天 大盘横向整理 有没有注意到 从七月十二号以来 大盘连续十五天 在这一百多点的空间里面 做震荡 关键点 一万零四百点 也很好记 要转强去攻新高 还是先拉回做整理 关键点 你看外资 它的动作会非常非常明显 比方说 你看到礼拜二 有没有 礼拜二的台积电 压尾盘 四千五百一十三张 礼拜一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 礼拜一拉尾盘哦 结果外资卖了 两千四百七十九张 那礼拜二压尾盘呢 外资大卖 五千七百六十三张 你知道吗 礼拜一 礼拜二 光是外资 就调节了台积电 八千多张 买什么 去买联发科 买联发科 股价拉到涨停板 外资看好联发科 第二季 一PS多少 1.51元 第二季是创新低哦 创单季上市的新低 结果外资去买 他去卖联 那个卖台积电 去买联发科 我说我没有去带会员 去追联发科 我要做的是 买第二季获利 比联发科 还要好的标的 有没有 有 接下来 这两个礼拜 到八月十四号 第二季财报 陆续要公布 你去找 找第二季获利 超过1.51元 获利比联发科 还好的 好几档啊 股价竟然是 比联发科 股价收盘的位置 只有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有没有机会 这是接下来 未来两个礼拜 第二季财报量 美丽的个股会做表现 但是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呢 你手上 报到的是弱势股票 是跳水的股票 你心里好痛啊 我在过去一个月 我说七月份的时候 我马老师秉持我的专业 也告诉大家 弱势股票 下跌的股票 不要碰 把资金移转到业绩成长股 会上涨的股票 你根本不用担心指数的震荡 对不对 这个关键点 就像我们所说的巨大 那个时候拉回来破低点 破今年低点 破了四年低点 结果呢 168块半 到礼拜二 继续创新低 146块半 这样杀菌就差了22块 实商就差了22万 有没有带你避开 我在节目上 很多个股 做头形态的 弱势下跌的 破底的 我告诉你 不要去碰 很多的筹码面 就是在整个股价的 拉抬过程里面 你看到 好像这个头部形态 拉回来可以买了 你就去买 买的结果呢 很后悔 大盘指数 礼拜一涨 礼拜二还是涨 指数连涨了两天 你的股票呢 像巨大 一直在破低点 9921的巨大 来来来 我们看看K线图 168.5在这里 怎么会这样 这个关键也告诉大家 我跟各位讲过 4月份以来 进入法人专业的操盘时代 进入新外点时代的时候 法人的操作模式 第一个专业是什么 要会选股 第二个专业要会操作 选股就已经很难了 操作上 要怎么做 操作不是追高杀低啊 你要把过去那种恶习改掉 反而是在震荡压回的时候 要买 买低 卖高 买黑 卖红 这些观点你都知道 但是呢 谁带你做 很多分析还是告诉你 涨天板股票赶快追 投资朋友 很多人跟你讲的标股 现在变成往下标 这不是今年很多人在推荐的股票吗 很多人在推荐的股票 套牢了多少投资朋友 从破颈线 我提醒你要避开 标股 标股竟然是往下标 才几天时间 跌了两成多 今年高点67块9 跌下来快腰斩了 连光通也是啊 涨上来的时候 好多人的标股 结果呢 跌破颈线 我说这个地方 头部成型呢 你要避开 要避开 结果 你看看 从高点跌下来 我讲完都跌了快20块了 反弹上来 我都告诉你不要去抢 那是给拉上来卖 对不对 从今年高点 68块回下来 已经跌了56% 超过一半了 怎么会这样 还有更弱势的 包含了正维 我说跌停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跌停后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今年从151块半 跌到51块3 跌100块了 10张真的从高档回来 10万 10张100万 高档回来了66% 结果呢 我们当初所说的 97块7 我说有反弹 有没有 有反弹 不是给你抢的 反弹上来 是给套牢的 出的机会 是不是 从97块7回到51块3 老师朋友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啊 该避开的 我的专业 我也告诉大家 指数在过去 这一个月的时间 你看看 大盘从7月份到现在 就是在几百点 200点左右的空间 做震荡 这个震荡过程里面 强弱势差很多很多 但是我知道 90%的投资朋友 你没有买到强势个股 你买到的是弱势 往下飙的股票 怎么办 最关键的重点 我之前说过 7月份我就告诉大家 弹上来 有给你出的机会 你要避开 把资金去移到 业绩成长的 会上涨的股票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主轴 马上未来两个礼拜 8月14号之前 要公布第二季财报 第二季财报 亮丽的股票 会接棒 这是多头的主轴 真正有赚到钱 有营收成长 真正是有获利的股票 我告诉你 你不买 法人外资 真的会去买 这台是真的 为什么叫法人 操盘手法里面 太弱换强 讲起来好像很容易 做起来呢 有点困难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 到底哪些好 哪些不好 我举一个例子 你看穆德 穆德最近 最高价184块半 为什么创历史天价 穆德第二季哦 光是第二季获利 获利2.15元 有没有比联发科好 联发科第二季才1.51元 股价涨停板 292块半 穆德呢 你仔细看 穆德第二季获利2.15元哦 获利比联发科还好 礼拜二收盘只有179块 能够创历史新高 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不是叫你去追穆德 但是第二季获利 有没有比联发科好 而股价相对低档 只有联发科 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 我举两档个股 我们口袋名单 有几档股票 来 你看看油田 第一季表现不好 但是第二季呢 油田第二季获利 EPS1.84元 1.84元 那个获利数字 比联发科还好耶 结果你看看油田 三四五五的油田 礼拜二收在多少 55块6 有压回来 不是很好吗 股价的走势 不是叫你去追涨 去开盘去追高 有压回来 礼拜二是收低哦 你想想看 压回来法人会不会买 类似的情形 来来来 你看另外一档 6176的瑞宜 瑞宜的股价走势 第二季获利 EPS1.64元 有没有比联发科 第二季1.5亿元还要好 股价礼拜二 创了今年新高 收盘还没有涨哦 71块8 是不是要找获利 比联巴科股票 更好的标的 接下来会成为 排面的亮点主轴 那么这种亮点主轴 怎么跟上 我不是就叫你去追 那种大涨股票 涨停满的股票 要发掘这种 还没有上涨 获利好的标的 这才是焦点啊 光辉的八月份 怎么样跟上我的脚步 中场的资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把握中场资讯的机会 马上回来 一个伟大国家的实现 需要前瞻的愿景 绿树水稻箱 干净绿能 数位法令松绑 稳定水源 便捷路网 便捷沉乡生活 这些美好 将平等传递给每一个人民 晚做不如早做 前瞻基础建设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今年二十余年实战经验 上市柜各股千中选一 集中三档各股操作 专做主身段发动点 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 假折头顾最佳选择 真心专线立即来电 02-2578-3777 02-2578-3777 黑是元气 黑是力量 爱见黑斗水 Black is power 我的元气 我的力量 健康心斗力 爱见黑斗水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今年二十余年实战经验 上市柜各股千中选一 集中三档各股操作 专做主身段发动点 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 亚洲投顾最佳选择 真心专线立即来电 02-2578-3777 02-2578-3777 02-2578-3777 基本面技术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今年二十余年实战经验 上市柜各股千中选一 集中三档各股操作 专做主身段发动点 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 亚洲投顾最佳选择 真心专线立即来电 02-2578-3777 02-2578-3777 大户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法拉利赢家 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 让您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着主力进出股市 轻松赚钱 赶快上网查询 近日主力动向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那么盘式的焦点 我刚刚说得很明白 礼拜三早上盘后 苹果的股价如何表现 简单 两个数字 要转强 苹果股价占回季线 149.66 如果转弱 跌破上周低点 147.3 上下都是一块钱左右 很好去做掌握 那关键重点 它影响的不是只有苹果股 影响到台湾的苹果股 甚至大盘指数 能不能去挑战10545 那关键的重点呢 很多投资朋友 你很难相信 你说在这一波行情走势里面 明明美国2015年12月升息一次 去年12月升息第二次 今年3月6月 美国升息4次了 升息4次以后 为什么美国甚至还包含了美元指数 没有那么转强 我在昨天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顶尖对决 当美国道琼 礼拜一还在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你看美元指数 979695949393跌破了 来到92.784美元指数 一路往下走低 它的策略是什么 我在礼拜一的传真稿 我就告诉会员朋友 这个策略 讲难听一点 要让债权人的 这个处于债 持有的债务 缩水 这种观点 谁持有这些观念 市场有几个分析会告诉你 投资朋友 就好像我告诉大家说 当你看到 大盘指数在涨的时候 过去这一个月 巨大 真的巨大股价走势 一路往下 是不是 一路往下 高档该避开的时候 我又没有请你避开 这是不是头部形态 我说有反弹 有反弹 你都要把握 给你调节的机会 不是给你买的 连光通也是如此啊 结果一路往下 我前面都事先讲了 投资朋友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 那最重要的 该卖的避开 下跌的避开 避开以后 同样一笔资金 我之前说过 我不希望你踏在高档 你高档 不要套牢十万二十万 不要套牢一百万两百万 行情到低档 你可以去买发动的股票 去买起涨会上涨的股票 你可以买更多 而不是说 行情震荡的时候 你再等解套 那是很痛苦 很辛苦的事情啊 你回头看看 震伪为什么会弱 我说谍底板不可怕 可怕是后面的故事 去年亏损 第一季亏损 营收还不算大成长哦 还算是有成长 但是第一季还是亏损 对不对 从我讲完 已经回档 快腰斩了 97块7到51块3 快腰斩了 你看到联光通 为什么大跌 今年上半年几乎都是衰退 而且都是两位数的衰退 结果呢 去年亏损 第一季亏损 你说第二季会不会赚钱 股价已经从今年的高点 68块 回档跌了五成了 那更不用讲 那业绩更不好的呢 一定是往下回 没有问题的 之前市场上 很多给你推荐 标股标股 结果你看每个月 不但是双位数的衰退 而且还是七成 六成以上的衰退 最高还有八成 几乎是营收 降得非常非常低了 会不会亏损 股价从今年的高点 马上跌了多少 快腰斩 这些股票 我都跟你说过 要避开的 那接下来呢 除了主力股要避开之外 我也可以跟你说过 马上第二季的财报 接下来两个礼拜要公布 甚至下礼拜 又要公布七月份的营收 你有没有对你的个股 营收做一个估计 有没有研究一下你的股票 第二季表现怎么样 甚至七月份营收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做功课 突然看到了第二季 获利不好 甚至亏损 甚至七月份 还是衰退的话 你要不要换股 你会说 马老师我再等等看 八月份也是旺季啦 九月份也是旺季啦 对 电子业第三季是旺季 没有错 可是法人会不会等 法人持股的数量很多 他会先拉高就调节 拉高就调节 他会去卖弱势的股票 太弱换强 换到强势的个股 去做操作 那法人的手法你知道了 你要怎么跟上 你要怎么样做 太弱换强的动作 我在节目上我讲了很多 市场上很多同意 也告诉我说 马老师 你在七月份提醒大家 很多个股 弱势的会下跌的要避开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挪出来的资金 就是要买第二季 财报量力的个股 还有有些个股 是含息含在里面 还没有除息 获利好 营收好 下半年又进入旺季的时候 你说股价会不会表现 当然会表现嘛 很简单的例子 联发科第二季 EPS只有1.51 外资大买 第二季 联发科才1块半左右 第二季获利1块半 股价就可以涨到292块半 我们不是说 像联发科的股价看齐 而是找第二季 获利超过1块半的 而股价呢 相对是低 不是那种很高很高的价位 你说会不会有爆发力 接下来两个礼拜 到8月14号 我不会去碰这些 外资的一些指数股 甚至替外资抬教 反而是锁定这种 业绩成长的个股呢 第二季财报很亮丽的 比预期还好的 特别注意 会是排面的主轴焦点 比方说 最近创历史新高的穆德 第二季 3563的穆德 是不是公布出来 第二季2.15元 2.15元 让它的股价创历史新高 来到184块半 礼拜二收到179元 第二季 第二季单季赚2.1元 第二季赚2.1元 结果股价创历史新高 那同样的 你看到第二季 自动检测系统的油田 跟穆德很类似的 它的第二季获利1.84元 也是非常好 结果你看看油田 礼拜二 多少钱 55块6 这个价钱只有 联发科将近只有五分之一 获利第二季比联发科好 只是说第一季 没有比联发科强 但是股价只有五分之一 你说排名上怎么会没有机会 同样的你再看看瑞宜 瑞宜第二季获利1.64元 上半年赚3块多 第二季1.64元 股价才多少 71块8 只有联发科的四分之一 很好的股票 一档一档的会出现 这是接下来 两个礼拜到8月14号 财报量力个股会接吧 那投资朋友 你要怎么样跟上这个脚步 不要自己乱拆啊 马上8月份 会是一个大行情 让我马老师 帮助你跟上我的脚步 一起掌握量力财报的个股 来做接吧 中场的资讯非常重要 把握中场的资讯 跟上我的脚步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 走起来 我们去学习口 放轻松 造卡无HCG 行行都熟悉 厨房无保 HCG 基本面技术面 筹码面 今年二十余年实战经验 上市柜各股千中选一 集中三档各股操作 专注主身段发动点 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 亚洲头顾最佳选择 真心专线立即来电 02-2578-3777 02-2578-3777 整家让一个人变成一家人 从此为爱出发 欧洲年度最佳MPV Citroen C4Picasso Citroen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今年20余年实战经验 上市柜个股签中选一 集中三档个股操作 专做主身段发动点 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 亚洲头顾最佳选择 真心专线立即来电 02-2578-3777 02-2578-3777 法务部调查局关心灵 安全来自谨慎 安定来自首法 保卫国家安全 发掘不法省透 维护软硬体安全 防治有心人 坡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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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